这是丁俊辉职业生涯最紧张的一次 打进篮球 分数来到134 想到即将到手的147000一半 已经马上就能完成了147万分单 紧张而又强大的压力 瞬间让他双手颤抖 场下西金斯 再看到他这般模样 不由自主地大笑了几个 原本紧张的丁俊辉更加紧张 直接回到休息区喝口水压压剑 这令他窒息的比赛来自2008年英锦赛 丁俊辉通过一杆大角度红球成功上手 同时母球成功衔接到黑球 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即将点起来 此刻红球堆虽然已经被打散 但球与球之间相互牵制 粉球也无法衔接 篮球更是没在点位上 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黑球左右底带都有下球路线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丁俊辉瞬间就有冲击147的想法 毕竟此时也衔接不了碟的彩球 漂亮 这杆K球 让局面变得更加明朗 球形也完全具备冲击147的条件 几乎不需要再去K球 只需要稳定地发挥出 他登风造极的小半台围球技术即可 真细腻 打进黑球利用红球借屏 丁俊辉在小半台围球的水平 绝对可以排上名次 此刻的丁俊辉才21岁 稚嫩的小脸 一看就是刚出到不久的小将 但他眼神中的坚定 却透露出王者般的气息 有人说丁俊辉 出道便是巅峰 确实如此 因为在这场比赛前 老球王戴维斯 以及台球皇帝亨德利 甚至连奥沙利文 都被他踩到脚下 而在斯诺克历史上 能在20岁之前 拿到三个排名赛冠军的选手 当时只有西金斯一人 但丁俊辉的出现 便平分了这个荣誉 而且还被球迷称之为台球神统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此刻距离黑球很近的红球 已经没有 难度也随之增加 因为有粉球的存在 丁俊辉需要发挥出细腻的控球水平 较到非常完美的角度 这样才不会有去拼准度的球 同时还能掌控自己的机球节奏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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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4 14 这杆走位风险就很大 丁俊辉首先观察组合球的下球路线 但距离带口很远没有保 于是只好选择去拼下方大角度红球 漂亮 完美打劲 目前红球基本上都能单叫 唯一有难度的就是下方贴裤红球 我们来看它是如何去化解的 打进中弹完成超分 下面丁俊辉就要向147发起最后的冲击 没有 现在的标准是安全的 这次是否已经远够了 这次是否也有点短 我必须要 有两个人接着 他能够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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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俊辉打进11套红黑后 导播终于给出147的提示 可能他真的没有想到 20出头的丁俊辉 会有这么的强悍的实力 打进黑球完成后 也顺利地衔接到粉球身边的红球 这杆丁俊辉也是真的有意义 如果走位出现任何拼击 147满空干这样没有 而贴裤的红球还没有处理 真的害怕会出现那一面 好球 准备完全地在行 看来147满空干已经准备了 看来147满空干已经准备出现了 看来147满空干已经准备了 不敢置信 这么关键的时刻 走位咖啡球竟然失误 好在还有下球路线 此刻现场的气氛紧张无法 丁俊辉的压力更是巨大 一旦失误将前功尽弃 漂亮 完美打进 拂球也顺利衔接到篮球 不得不说 丁俊辉的抗压还是很给力 出现问题总是能轻松化 打进篮球 开头的一幕出现了 丁俊辉透瞄一眼吸金丝 彻底让他的笑意憋不住 紧张的气氛也不再紧张 打进篮球 丁俊辉成功打出职业生涯第二战的成功 丁俊辉成功打出职业生涯第二战的成功